南京疫情不斷升溫 從7月20日南京六口國際機場檢出9例陽性病例以來 7天左右疫情全至5省8地 傳染鏈不斷延長 感染毒株皆為Delta變異毒株 擴散力和傳染力不可少摧 據南京市衛健委公布 南京市25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38例 多人在機場工作 包括機場保結工、水電工、地勤 多人居住在六口街道小區居民 還有3名從事高校宿管工作 7月26日南京市宣布新增4個高風險地區 包括江陵區六口街道遺合區域 六口街道石墊村、六口街道白雲路社區 茅庭社區等連片區域 六口街道、銅山社區、借村社區等連片區域 此外還設有7月25個中風險地區 直至7月26日此輪疫情已擴散到江蘇南京 廣東珠海、廣東中山、遼寧瀋陽、安徽和縣、 江蘇宿千、四川綿羊以及安徽毛湖五省八地 官方通報共98例病例 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更多 南京25日新增38例病例中 多在機場工作 主要居住在六口街道各小區 多個自然村 也開始出現高中、小學、幼兒院的學生感染 7月25日 廣東珠海市報告新增一例無症狀感染者 曾於19日在南京六口機場 乘坐班機抵達珠海、江蘇宿千、四川綿羊 現有一例本土確診病例 近期去過南京六口機場 瀋陽已報告4例 近期有南京旅遊市 鑑於疫情擴散 南京六口機場航班已全部取消 27日起 南京8個長途客運站停運 出租汽車不得來南京